109年原住民职业训练计划直觉式3D服装设计美学训练的课程 经过了一个月的学习之后 特别利用周末的52个小时来完成相关的教学和学习的内容 而8号的上午特别举办了成果发表会 15位学员从学习电脑绘图到服饰的打板剪裁 以及最后的走秀都亲自的上阵 将原住民服装的特色融合了欧美时尚的元素 15位学员为成果展走秀 各自落落大方的展现身上融合原住民特色的服饰 这是在上月4日开课的109年原住民职业训练计划 直觉式3D服装设计美学训练课程 经过一个月利用周末共59个小时 以服装动态走秀呈现学员设计制作的服装成果 大家都说新娘是这一辈子最美丽的 但是如果你穿的是你自己设计自己打板 然后自己当model来走秀的话 你今天就是最自信最美丽 对不对 对 我们希望下一次我们如果再有这样的课程 希望有更多的妇女 部落的妇女来一起参加 那我们希望能够更长的时间 然后用这个让我们的原住民的衣服 不是只在经典展现 而是你可以帮你自己族群的文化穿出去 让大家都知道 因为要走秀所以我们也有利用那个 课语的时间 那老师也牺牲自己的那个时间来叫我们怎么走 然后请那个有经验的朋友来教 这样子 那所以你们可以看到我们那个学习影片 我们自己也都不知道我是这么的认真的 一直觉得自己很敷衍 然后成果出来了 那我觉得自己也算是给自己一个交代 及格 安全过关 上了这个课 然后有看到是3D 那这个部分是我很想要介入的 也很想要学习的部分 只是时间真的有点短 然后老师上课也很充趣 一直会被我问问题 然后就有点点时间不够这样子 那希望下一次的时间能够长一点 不同于以往服装训练课程 新增服装电脑绘图 带领学员运用数位技术呈现设计 以原著名族群的文创服饰设计为主轴 融入圆明元素 颜色图等等 搭配多种现代线材 结合潮流 运用欧美各类服装版型变化重组 即盼未来强化学员手车缝制作技能 以及创意设计能力 建立服饰制品制作流程概念 同时培育华联线更多的 圆明创意服饰及制品设计制作人才 接着讲邦彦华联系报导 加eln 曜 普通